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 如這個例子 20可以等於3加17 所以20可以寫成兩個值數相加 那麼他們說下面哪一個數 無法用兩個相異的值數核來表示 我們看A選項 4,4能不能 4好像也不行 4可以寫成1加3 但是1不是值數 所以不算 2加2 但是這兩個數雖然是值數 但不是相異的 所以也不是 再來就是31 31的話當然跟這個一樣不是 所以這個不行 所以答案應該選A A的話沒有辦法4 沒有辦法表成兩個 相異的值數相加 那我們來看這個B的話可不可以 B的話它又是9 那9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我可以選一個2 他跟7 這兩個都是值數 而且是相異的值數 上面看C C的話52 那我看看 我選個5 選個5 5加多少 加那個47 47 47 47也是值數 所以可以表示成兩個 相異的值數相加 這樣我們看D D的話80 80我們看看 用7可不可以 7加多少 73 73 73也是值數 所以可以表 4乘兩個值數相加 這些都可以 只有A不行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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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